元宵节制,大街小巷招灯劫彩 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心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放焰火 再歌再舞,欢度元宵佳节 今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老北京飞夷灯笼黄的第四代传承人马海杰 听他讲述元宵花灯的前世今生 正月十五呢,是被称为叫上元节 我们老说天官赐福,天官赐福 其实以前啊,这个我听老门人说,这个家家都要点灯 不管你们家我多穷,我说我买不起灯,我拿那个芦苇杆 我自己做一个灯,我也要点灯 因为这个灯,这个亮,它是一种代表着一种希望 来年它还有一个好的这种光景 光影绰绰的景丽走马灯,通透逼真的莲花灯,玲珑精致的绣球灯 在马海杰的工作室中,各式花灯将屋子装点的五彩缤纷 在这些花灯中,马海杰最中意的就是吉利灯 他介绍说,吉利本是一种扎人的草,取吉利的谐音 吉利灯就是仿照吉利草长满尖刺的圆球样子制作的 吉利灯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耗时 通常一做就是一整天 把它呢,给它,拿这个钉出去,给它固定在这个纸上,能够跑 给它固定完以后呢,就是,你就可以按着这个模特儿,然后呢,就可以去刻 这个刻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刀一定是,它是炫,它再往前推着 你不能把这刀拔出来,再插进去那样的,推着,往前炫着 再有一个呢,刀刃一定要朝外,刀刃不能朝自己 刻好了花样,在白纸上均匀抹上胶水 将镂空红纸小心贴在白底上 而后沿边裁下,接下来就是上色 这种立月,粉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芯,给它上好颜色,十张落在一起 用钉书器把它钉好,钉好以后干什么呢,扎孔 扎孔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扎的这个匀 一定要扎匀 一排一排的扎,你不能说冬一下,吸一下 而且扎的时候呢,不能扎着叶子 然后呢,花瓣,花芯都不能扎了,一定要让出去 吉利灯依靠纸片上的针眼透光 针孔扎得越密,点亮后灯就越发剔透,流光溢彩 扎好孔后,将平面三角折成立体锥体 这就是吉利灯的角 吉利灯通常没有骨架,全部用纸做成 通过胶水,以几何平衡结构相互连接 全灯共12个角 对熟练工来说 组装一盏吉利灯也要半小时时间 元肖花灯历经四代 马海杰见证了花灯的变与不变 这个吉利灯呢,就是老被人传下来的尺寸 当初呢,这样呢,这种尺寸呢 不太适合游客携带 这种小的吉利灯呢,它的直径只有8厘米 因为它小 它同样是要用刻刀去刻 它做起来的难度就会很高 扎着这个孔,然后呢,也都是需要用绣花针 然后在放大镜的这个下面 然后去扎这个孔 这大的呢,它有大的这种难处 它这个粘的时候呢,组装的时候呢 不太好组装 如今,马海杰以辞去原来的职业 专职做花灯技艺的教育和传承 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